李姓男子去年底酒駕 在行政院前地下道追撞前車 導致駕駛死亡 還企圖躲警槍遭到起訴 成為臺北地院受見國民法官案 但是李姓男子申請 不讓國民法官參與審判 北院今天財令駁回不可抗告 全案由檢察官起訴之後 李姓男子及律師認為 此案當時由媒體官微報導 國民法官會對他有偏見 要求不由國民法官審理 但是何怡婷認為 偵詢簡便雙方被害家屬等人的意見 審卓公共利益等因素 認為全案沒有不適用 國民法官制的情況 申請無理由予以駁回